在這個時代裡,資訊爆炸、自媒體興盛 面對口語表達能力好的人,我們總會對他高看一眼 你有想過這是為什麼嗎? 大家好,我是吳靜凱 相比某些領域的技能重視天賦 口語表達這項技能只要付出一定程度的練習 通常就可以收穫對應的成果 這也是這次在Yota的邀請下 我會選擇開設這堂口語表達課的原因 這堂課,我會把它分成三個面向來做說明 第一部分,包含腦內的邏輯架構與判讀訓練等等 思考要足夠精準,有條理,對於事物的洞察才會敏銳 也更不容易被外在迷惑 第二部分,我規劃了一系列實用有效的表達鍛鍊 從發聲練習,音質優化到提升言語說服力 教你改善說話音質,讓人喜歡上聽你說話 大家好,我是吳靜凱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過,再優質的言論,沒被聽見就是浪費 所以在最後,我會透過內容面與操作面的實際說明 教你如何創造流量,增加曝光 唯有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,你的觀點才有了影響力 我是吳靜凱,這堂課不打算教你如何滑重取寵 我們要的是,讓你從原本的愛說話變成大家愛聽你說話 Verdus Depu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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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